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了五分之一是不是还剩下五分之四Y 它这样子的比呢会是9比16比 我们这个地方同乘以20乘以20 因为为什么要乘以20 是因为我们不想看到分母 好这个地方呢会变成是15X 会比上16Y会等于9比16 内乘内等于外乘外 所以15X再乘以一个16 会等于16Y再乘以一个9 这个16跟这个16可以约 再约掉一个3 这剩下5 然后339 那么我再写一下 会等于3Y 那么X比Y 这个Y搬过来乘变除 所以它在分母 这个5搬过来是在分母 好 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它原来的比呢是3比5 好这里回答原先的比叫做3比5 第一个是3比5 好把这个地方先画掉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 两个人原先是有多少钱呢 两个人原先各有多少钱 嗯 原来的钱是原来这个啊 假设我们X原来是3K元 然后妹妹是5K元 合起来呢是3200元 8个K会等于800 会等于3200元 K就会等于400元 这个姐姐 姐姐是3乘以K 3乘以400元 所以是1200元 妹妹是5乘以400元 所以是等于2000元 好 这是第二小题的答案 姐姐有1200元 然后妹妹有2000元 我们再看后来他第三小题要问的 后来两个人各有多少钱 后来有多少钱呢 后来是他用掉了四分之一 比如说姐姐 姐姐原来有1200元 用了四分之一剩下四分之三 所以姐姐剩下的是900元 妹妹 妹妹原来有2000元 用掉了五分之一还有五分之四 这里是 所以妹妹呢 剩下四四十六 1600元 有没有错 剩下五分之四 妹妹是2000元 对没有错 不是二十 好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